理論上5秒鐘之內應該是會掃得到 然後如果掃到的話 應該會自動跳出簡訊的程式 那只要安送出 那就完成了實聯制的步驟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昨天公布了全新的實聯制登記方法 大家只要用短短5秒鐘就可以輕鬆登錄 而這個厲害的實聯制 在昨天就率先在台鐵更高鐵啟用 不過這項實聯制 從今天開始也要在北捷 公車以及計程車上實行 之後大家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都要記得登記哦 目前交通部規劃將在5月23號前完成公車捷運的建置 計程車則是在5月26號前完成 目前台北市公運處已要求公車業者跟捷運公司 申請下載簡訊實聯制QR Code 並盡速完成張貼 至於受影響的民眾有多少人 因現在不少政府機關跟企業都採居家辦公 所以搭乘的人數就變少 根據北捷統計 原本每天平均運量為200萬人次 但昨天只剩下約60萬人次 大概只有平常的三分之一 除了一般市區公車 國道客運業者也跟進這項措施 將行政院版的實聯制QR Code 貼在客運的座位上 這樣一來乘客上車後 就可以輕鬆完成主機登錄 目前國光、統聯、首都等業者都已經火速張貼 至於在計程車方面 北市公運處已請計程車車隊業者 以交通事業身份申請QR Code 提供給首宿的車隊駕駛使用 但如果是個人車行的小黃駕駛也不用擔心 只要以個人店家的身份 也可以順利申請到QR Code 國內計程車業龍頭臺灣大車隊 已經可以使用實聯制登記 大家只要用手機掃描 實機張貼在車內的QR Code 就能順利登記完成 另外國內COVID-19本土疫情 現在也深入到捷運公司內 台北捷運公司今天爆出 有員工確診COVID-19 而且同棟大樓的台北市捷運局 也傳出有員工染疫 有捷運局員工向蘋果新聞網爆料 昨天公司就傳出有員工確診 雖然公司當天決定 讓該樓層的員工全部返家辦公 但其他樓層的人卻照常原地辦公 投資人擔心由於整棟大樓 是採用中央空調 還共用電梯 全公司將近500名的員工 可能都有感染風險 但機關高層卻沒有任何指示 不僅沒有通報 沒有消毒 更沒有變更辦公方式 根本是把員工曝露在危險中 投資人還說 台北捷運辦公大樓是獨棟大樓 一半為捷運公司 一半為台北市捷運工程局的辦公室 但在柯市長5月16日宣布 公家機關啟動居家辦公等一定辦公 捷運局卻不顧政策 只在每層樓近100人的辦公人數中 挑選不到5人居家辦公應付了事 超過95%的員工 全部都集中在同一空間辦公 對此北捷今天上午 不願證實有員工確診也沒否認 僅強調疫情狀況由北市府 或指揮中心公布為準 中國大樓 封民寧 市民和市民 大樓